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比赛冠军 金唱片及白金唱片得主 斩获金马影后 光芒耀眼 绚丽夺目 成为一段传奇 晚年的他却患上癌症 令人唏嘘不已 好在前段时间大家也是终于获得了他的消息 10月3日 港媒曝光了钟振涛初恋陈秋霞的近况 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陈秋霞作为惊艳了一代人的人物 却早早地选择了结婚 但事实上 陈秋霞在婚后还是非常幸福的 他在1981年嫁给了马来西亚富商钟亭森 钟亭森的来头可不小 他在大马有着钢铁大王之称 身家百亿 是当地相当致命的华人 至今还是马来西亚禁师机构的董事主席 所以陈秋霞在婚后过的是阔太太的生活 而陈秋霞在结婚后就选择退出了娱乐圈 并且随丈夫移居到了马来西亚生活 还生了三个女儿 之所以会形容陈秋霞遇到了一个对的人 不是因为对方多有钱 给他过上了幸福的阔太生活 而是在于对方对他的不离不弃 陈秋霞虽然淡出娱乐圈多年 但他仍活跃于社交网上 不时分享自己的日常 与喜欢他的粉丝们互动 最新一章近照中 罕见路面的他现身某颁奖典礼 只见他穿着宽松的黄色衣服 脖子上戴了围巾点缀 手上还拎了名牌包 打扮贵气十足 现年六十四岁的他 岁月在身上留下了不少痕迹 满头白发 身材发福 眉毛不在 索性精神状态还不错 可能有人不知道 陈秋霞曾在2016年患上了癌症 为了保命 他不仅接受了切除手术 还需要长时间化疗 这导致他出现了黑斑 头发脱落 头发变白等一系列问题 对此 他没有自暴自弃 也没有为这个病流一滴眼泪 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 他经常照镜子 告诉自己很漂亮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最后抗癌成功 重拾健康 陈秋霞在抗癌成功之后 有了一个最大的转变 就是勇敢地接受于面对当下的自己 他不再染发 而是大方地引发世人 虽然这相较从前 让他明显变老了不少 不过反而让他变得更为优雅 更显端庄与慈祥 看今天陈秋霞的状态 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积极 很乐观 很向上 这是他在病遇之后最大的改变 给人鼓舞于力量 让他成为了励志歌手 说起来 陈秋霞不做歌手已经很多年 不过在他活跃的时候 可是风靡一时的艺人 陈秋霞的唱片一直很畅销 秋霞 点接手牵手等都是热门金曲 他的唱片除了在香港贩卖 在台湾地区乃至日本东南亚国家都有销路 所以他在这些地方都颇具知名度 如果他还愿意付出灯台 在当地依然有市场 陈秋霞的父亲陈国替 是一位生长于香港的苏州人 经营五金生意 母亲翁艳芳 乃大家闺秀 娘家为关节颇高的军人家庭 由于陈秋霞年纪小且长得甜美可爱 深受家里人宠溺 不过父母对他管教倒是严格 睡眠 起居饮食等都被安排得很有规律 品行 礼貌 功课亦被严谨监督 小学 陈秋霞上的是九龙堂宣道小学 那时的他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喜欢 特别是文艺方面 表演 钢琴 跳舞 绘画等 陈秋霞有门绝技 可以说哭就哭 不用准备 酝酿 所以只要班级学校排演的节目里有哭的角色 老师便会想到他 未来他演的电影以悲剧为多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从学钢琴起 陈秋霞就开始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主办的海外钢琴考试 基本一年一级递进 到15岁已是钢琴八级 同时 1969年 陈秋霞夺得香港校级音乐节比赛钢琴组冠军 1970年 13岁的他在家开班授徒 第一个学生是位28岁的美国人 凭借教钢琴 他可以做到惊奇自立 1974年 走向社会没多久的陈秋霞 报名商业电台组织的歌唱比赛 以I'll be there获得季军 然后在姐夫邝君能的推荐下 偶尔在电视里露脸 邝君能是国际超级市场的老板 爱演戏 玩票似的加入TVB做基本议员 固有一定的能力 1974年 12月 陈家和梁波涛签了金利人约 分三年死约 两年生约 所有收入四六分账 梁波涛拿四成 这一分账比例为日后双方的矛盾埋下了导火索 但梁波涛确实有本事 他通过一番操作 令陈秋霞在极段时间内迅速引起关注 首先和保黎金签约 成为职业歌手 并贯置了首张单曲唱片 《Our Last Song Together》 出事提升 其次 与温拿捆绑销售 以老代新 梁波涛也是温拿乐队的经历人 五虎帮助一下小妹妹义不容辞 1974年生诞前夕 陈秋霞亮相温拿在北角大会堂的演出 算是一次新人礼 之后她和温拿都有合作 他们一起拍电影 一起开演唱会 一起出席活动 一起到东南亚演出 一起拍电视特辑 乃至一起吃饭 一起看电影 一起打保领球 密不可分 陈秋霞由此和五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她结婚时 谭永霖是伴郎 校长还是她三个女儿的企业 她2001年风脉多年再开金嗓 也是担任谭永霖演唱会的嘉宾 再次在TVB的《欢乐经销》中客串演出 凭甜美的长相和动听的歌声 受到广泛欢迎 最后 参加于1975年9月28日TVB举办的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 以自己作曲 梁波涛和帕特里克填词的歌曲《Dark Side of Your Mind》 勇夺最佳作曲奖和最佳表演奖 并代表香港到日本参加世界歌谣祭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风采 陈秋霞的名气就这样越来越大 邵氏和佳和两大电影公司闻风而动 找上门来邀请他拍电影 最后佳和答应宋存寿寿导演指导专门为陈秋霞拍摄一部电影 打动了陈秋霞 宋存寿和陈秋霞见了面 开始着手组织人写剧本 他对媒体讲 陈秋霞可塑造 有的是才华的光彩 而不是虚伪的美 才几次的谈话 他就发觉陈秋霞是一个丝毫不沾俗气的纯情少女 宋导表示 他要把陈秋霞写进剧本里 要相当完整的自己演自己 他要陈秋霞有静静的 温柔的 演到热烈的 激情的 于是 宋存寿写了一个有构思 有音乐 有才华 有悲情 有命运的剧本 而且直接用陈秋霞命名 秋霞 1975年12月 秋霞开机 这部片子是佳和韩国联合制作的 有不少戏份在韩国取景 还有一名韩国演员李生龙参演 这部影片在香港上映翻向一般 但随后 原版人马再度与韩国合作拍摄的《第二道彩虹》却在韩国大火 2018年 韩国TVN电视台甚至拍摄了一部剧集 叫做《陈秋霞回来了》 讲述追星的故事 其影响力可见一般 韩国市场打开了 日本必然不能落下 早在1975年 陈秋霞到东京参加《世界歌谣记》时 日本的几家娱乐公司就对他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予以接洽 其中包括陈美玲所在的渡边公司 然陈秋霞事业未稳 没有积极响应 1976年 各娱乐公司再次向陈秋霞及陆云娜发出邀请 这回陈秋霞答应了 和渡边签了约 此时 陈美玲已退出歌谈 渡边有意将陈秋霞培养成接班人 和旗下另一个新邓丽君共同发展 但提出要对他进行一年的特别培训 他觉得时间太长 不同意 最终双方解约 待到1978年 陈秋霞由于在台湾连续有几部电影拍摄 无暇顾及日本 日本发展仪式也就不了了之了 陈秋霞的主战场无疑还是香港与台湾 而在这两个地方又分工不同 香港主唱 台湾主演 而且陈秋霞都展获了不小的成就 专辑多次展获京唱片和白京唱片 电影方面也拿到了台湾的金马奖影后 19岁的他 成为金马史上最年轻的影后 秋霞另获最佳飞歌剧影片音乐奖和优等剧情奖 一边拍电影 一边唱歌 陈秋霞左右兼顾收获颇风 但这种两线作战也导致他无法集中精力 在某一领域认真钻研 更上层楼 当然 以他短短几年的艺术生命便留下了多个经典 韦诗已经很不一般了 我们只是惋惜 他本还能创造更多辉煌的 大约是1978年前后 陈秋霞经高临峰前线与钟庭森相识 钟庭森成熟稳重 谈吐优雅 吸引了陈秋霞的注意 继而随着交往深入 出起了对象 1981年10月3日 陈秋霞嫁给了钟庭森 婚礼设在丽京酒店 简单而隆重 但并不轰动 因为刀贺的圈中人只有徐晓凤 陈百强 林青霞 秦湘灵等 寥寥可数 此乃陈秋霞一向甚少与圈中人应酬所致 潘永霖担当伴郎 新娘子一身珠宝首饰价值100多万 结婚后 陈秋霞定居大马 自此退出于乐圈 陈秋霞这个决定十分决然 卖家手上有部新篇 希望他拍完再走 仍未说动 钟庭森的身份是陈秋霞隐退的最大保障 他什么不干也不用发愁 对于老本行 陈秋霞并未忘记 坚持作曲 自己开了间音乐制作公司出版专辑 早些年 他还会利用闲暇时间回到香港 台湾 当当许冠杰 谭永霖 温娜等老朋友的演唱会嘉宾 上上电视节目 卉卉已经不再年轻的歌迷 影迷 偶然写道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往事唱道 如梦如烟的往事 洋溢着欢笑 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 依然清唱老歌 有些人和事 想忘也难以忘掉 就如那秋日的万道霞光 深深印在心间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